杨子在今年暑期可以说是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 他接连两部剧上线 演技受到大众的肯定 而且人气一直不浅 虽然说与任加伦搭大天机之白蛇传说暂时下线了 但是不得不说这部剧的热度依然不浅 相信其再次上线也是王者归来的 杨子两部剧分别是天机之白蛇传说和香蜜沉沉浸如霜 这两部剧也是目前热度非常高的两部剧 而且杨子作为女主 网友自然也会将这两部剧放在一起比较的 男主分别是任加伦遇上邓伦 那么杨子同为女主 天机之白蛇传说遇上香蜜沉沉浸如霜 究竟谁胜谁负呢 相信经过比较之后胜负是一目了然的事情 先来说说杨子 虽然是同兴出道 但是不得不说她在成年之后的转型之路 还是非常成功的 她出演了很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是目前的刚红花旦了 而且演技也是备受肯定的 在天机中她的演技堪称惊艳 尤其是剧中的枯细场景 简直就是让人肝肠寸短 杨子更是稀粉无数 另外在香蜜中她饰演一个朦胖乌汁的葡萄 非常可爱 而且网友夸赞非常符合原型 受到很多援助党的支持 另外两部作品而言 都有很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品质上都受到保证 在天机中的赵雅芝 刘嘉玲 毛子俊 李曼等人 而在香蜜中 则有何中华 周海昧 陈与其等等 都是看点十足 此外作品方面 天机是向经典致敬 但是又不乏创新 而且剧情非常远 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没有好下场 着实让人气愤 另外有人认为与赵雅芝版本比较这版过于流俗 没有赵雅芝的经验 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同 自然会有不同的观点 而在香蜜中可以说特效非常加分 场面恢弘有气势 效果震撼 丝毫无尴尬感 而且剧情符合原著 受到原著党力挺 不过也是先甜后虐 简直就是在玻璃茶上撒糖 而在男主方面 无论是任嘉伦还是邓伦都是实力派男演员 而且演技也是受到肯定的 邓伦用的是自己原生 值得戴上 不过有人说他的古装扮相 没有现代装好看 而任嘉伦演技自然不在话下 斗滚的一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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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